台湾知名健身YouTuber皮特哥哥近日在社群媒体上揭露自己遭遇严重运动伤害 引发众多关注 皮特哥哥在进行后空翻练习时不慎失误 结果颈椎直接注地造成严重的裂伤 他在社群媒体上贴出了该次练习的影片 当中可见他在受伤后完全无法自行起身 一旁的友人上前协助 皮特哥哥表示 目前他的颈椎已裂开 需要带上护颈并休息约三个月 台湾医院骨科脊椎外科医师林右脸针对此类伤害提出专业意见 林医师指出后空翻属于高风险运动 若没有专业教练指导或是适当的保护措施 很容易造成颈椎损伤 他强调若颈椎直接受到撞击 可能导致骨裂压迫神经 严重时甚至会瘫痪 赖伯亮医师也提到 颈椎伤害在过去多由机车车祸引起 由于早期骑车人士为普遍佩戴安全帽 一旦发生事故 颈部直接撞击地面的机会大增 严重者可能导致终生瘫痪 他提醒 现代人应长期低头使用电子产品 颈部力量相对较弱 应特别注意保护颈部 避免进行可能对颈椎造成严重伤害的活动 皮特哥哥的妻子 Elisa在社交媒体上留言表达担忧 提醒丈夫今后在训练中需更谨慎 医师林幼莲也提醒 想挑战后空翻等高难度动作前 必须具备充足的平衡感与肌肉训练 并注意动作的正确角度 最好在有专业人士协助的情况下进行 皮特哥哥的这次意外 不仅是对他个人的一大打击 也为广大健身爱好者敲响了安全锦中 运动虽好 但安全更为重要 尤其是在进行高风险运动时 应加倍小心 以防不测 大家对于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讨论哟 感谢收看Linnews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